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要谈能量疗愈 我们就要先来说什么叫做能量 说到能量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说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鬼 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我感觉不到 看不到 听不到 摸不到 所以 这东西存在吗 还是你就是一个神棍 你要来骗我的钱 还是骗我的什么 好 我没有对你骗财骗色 没有 我只是讲一讲 就让你知道这个概念 OK 那其实呢 能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遥远 或者是那么虚无缥缈 我们一直都在使用它 你会想说 嗯 我听你在讲什么 呵呵 其实你就 仔细的听我说来 好 比如说呢 我都会举例啊 我们植物呢 它是不是有情况和作用 它从太阳那边 获取太阳的能量 你不会讲说 获取太阳的营养素吧 对不对 获取太阳的能量 经过它的转换之后 变成它的能量 或者是营养素 营养成分存在它身体里面 然后呢 动物再去吃它 或是我们直接吃植物 然后或者是动物吃它之后 我们再去吃动物等等的 都一样 然后吃了之后呢 我们胃会消化 小肠会吸收 然后再经由我们的血液 跟各个循环系统运送到全身各地 就用全身来使用 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在平常不过每天的日常呢 或是我们知道的这一个事实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就是一种能量的应用 不是吗 然后我还会再举一个更直接 更直白的例子 有一种能量的心态 是我们大家不是那么喜欢的东西 那其实那就是热量 热量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种能量 对 不可否认 所以呢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此时刻刻都在使用能量 都与能量为物 可不存确 一直否定它的存在 OK 那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因为其实就是 我们只是在看能量的角度 跟层次上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那能量疗愈呢 其实它就是在一个 在一个更细微的层次 这是说频率更高的层次 还没有到物质层次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着手做处理 这就是能量疗愈 那所以呢 就是学习能量疗愈 其实就是在学习如何在用更不同的层次来看事情 这个部分 好 那既然我们知道能量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就一直在应用 一直在使用嘛 对不对 包括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智能互换的公式 对不对 其实这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 好 那能量我们讲完之后 那我们来讲一下 那就像我们的身体 我们就知道胃 它是负责消化 小肠 负责吸收 然后心脏要跳动嘛 然后肺要就是转换就是氧气跟氧化碳等等的之类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的常识 OK 那能量的部分当然也有器官啊 对不对 那能量的器官其实在各个地方 它传统的医学或是的部分 其实都会有提及 下面就是中医 中医它就讲了 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讲气 那其实气就是一种能量 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对不对 然后你不要讲说 喔 气是什么 气神我不知道什么叫气 你有没有去给人家按摩过 按摩那个东西叫气节 那你都会讲气节 你怎么不会讲能量淤积呢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拉回来讲 那中医的部分呢 其实它在我代表刚刚的例子来说 它就是把 比如我们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然后菌果转化干嘛干嘛 好 它就把气呢 不管是不是只有吃啦 当然你们也会在平常的运动的部分 或是一些练气部分等等 就有很多方式 我们身体会有气 那气的部分它会运作运行 那同称来讲 我们大体上分为两种气 主要我们都拿两种气出来讲 然后就是第一个银气 第二个是胃气 那银气是营养的银 然后胃是保胃的胃 好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银气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营养素 胃气就是你的免疫力跟防护力 保护你的气 对不对 好 那只是你看看喔 它为什么要用气这个词呢 其实营养素它我们都会说 它的分子架构是什么 它的结构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是在中医的传统的概念里面 它把营养素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看得更细致 有没有 它已经把它视为一股能量了 就是不是那么单纯的 只是一个比较粗概念的分子架构 这些东西 所以会运行等等的 OK 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胃气这部分 那胃气的部分 我们常常讲免疫力 但是我们现在持的免疫力 其实都是从你的身体 肉体来开始算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会做很多防呼啊 不管是戴口罩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 那其实呢 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呢 胃气它其实 在你的气场就已经在作用了 所以它已经把这免疫系统 拉到你的身体肉体之外 就开始在作用 开始在计算 或是 开始想办法巩固它了 所以呢 我们都会讲说 哎呦 气很虚 它是不是就容易生病 气如果强 它其实也比较不会生病 对不对 或是免疫系统都好 或者它的状态比较好 或者它个人的精神都比较好 哎 这个其实我们都可以观察到 只是我们没有把它串联起来 那比如说 呃 刚刚讲到说 有关 就是这个 免疫力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其实中医就有一个概念就是 哎 有气有正邪 就是你自己体内有正气 然后其实这个正气呢 其实有点像是保卫你的这个气 就是胃气的概念 有点是这种概念 然后呢 邪气呢 不是那种鬼的邪气 邪气其实它指的是 比如说六邪 它大体上分 风寒鼠尸造火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外在的致病因子 那致病因子 就是小一点像我们现在说的 病毒啊 细菌啊 等等这些东西 ok 然后呢 内正气 我刚刚讲的这个正气 就是你自己的免疫系统 免疫力 那它其实就讲的是说 只要你正气够 这些邪就算来 你也不会致病 就是不太容易致病 所以其实内在正气才的最重要 这也是跟我们现在的概念是相符的 只是说它会拉到 比较细微的层次就开始探讨了 所以有点像是你的症状还没有出现 或是你真的还没有 真的已经到那么严重之前 它就已经开始着手在处理了 对 所以就比较细微的层次就开始做了 好 那中医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简单非常要真 因为今天没有要讲中医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拉回来讲 就是那我们讲 在身心灵界比较常说的 就是有关脉轮系统 就是能量运作的系统 就是脉轮系统 那脉轮系统呢 它其实是来自于 印度的阿弥菲佗 那你可以把它理解 就是印度的传统医学 就是印度的中医 也不是中医 印度的印医 都可以随便你要怎么讲 那其实 简单来说呢 其实 为什么它会这么风行 因为它其实就很明确的跟你讲说 每一个脉轮 那脉轮就是在脉上面会转动 像轮子一样 它转动就是为了运行能量 ok好就一次讲完了 不讲废话 好 它就是买一个脉轮 就是每一个能量器官 它都有各自执掌的身体 心理 甚至灵魂 更深层次的 一个意识状态 那所以它就写得很清楚啦 所以它也是追求是一个全人的 一个医学跟完人的状态 ok好 那比如说我们就以上次举的例子好了 如果一个人 他在身体上的表现 是腿部没有力气 气血血管不好 就没有什么气色 就是血色这样之类的人 那通常在内在层面 也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或者是说 执行力不足的人 或者是说 他就是很不稳定的人 或是做事呢 就是都想很多 做很少 等等之类的 ok 那现在内在的部分 然后在更 比如说灵性层面 可能会觉得 我到底存不存在啊 我跟这个物质世界 我跟这个物质世界 失去联系 我跟这个物质世界 好陌生 或是我要怎么跟这个世界 就是 就是相处在这边活着 有点类似这种 状态跟概念 所以你看到 在传统的脉轮系统里面 他其实就对于 你这个脉轮 他涉及的课题 就讲得非常清楚 那这个也就是 为什么 在能量疗愈体系 或是身心灵疗愈体系 会经常使用到脉轮的原因 因为他 简单明了 很明确就跟你讲完了 ok 好 那这个其实就是脉轮系统 那脉轮系统 其实就是能量系统 的部分 能量系统 有点像是我们身体的 运作系统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上 因为脉轮他会 在着手开始处理 更细微的能量 已经不是 只是我们知道的 物质层面的事情 他已经在 非物质层面 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 有点是防范于未然 然后甚至是 把他背后潜藏的部分 也可以一并处理 ok 好 那能量疗愈呢 我们上次有提到疗愈 对不对 疗愈是什么 就是让你的 自己的各个方面的状态 回到原本的原厂设定 跟原厂状态 所以呢 那我们讲 上次讲到肉体器官 我们这次讲到是脉轮 是能量器官 那所以他的 做法呢 就是 让你的能量器官 甚至是你的肉体器官 能够去 回到自己原来运作的方式 而且藉由能量平衡的方式 因为既然是能量器官嘛 对不对 所以那你的能量器官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有可能你的太条的 阻塞 有可能阻塞久了 没办法运作就虚弱 那有可能你的能量器官 里面有一些伤痛伤害 让他就是 就是比如说 你的胃溃痒啊 之类的 就是我举例啦 类似这种状态 那可能他也是有一些状况 等等的 或是他运作方式不对 out of order 反正只要是out of order 都是能量疗愈 要去做的事情 那能量疗愈 其实就是使用能量的方式 去补足他 去清理他 或是让他能够重新动起来 Anyway 就在那种层次上 用能量去平衡我们的能量场 让我们的整体能量场 能够自在的 回到流动的状态 回到自在运行完整的 去执行他的功能的这种状态 其实这个就是能量疗愈 在做的事情 所以刚刚这样子 哼不朗哒讲了一大堆 其实呢 简而言之 最简单的一个归纳 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运作 跟我们的实际的一些物质层面运作 物质层面 我包括上次讲的你的际遇 对不对 遇到的事情 你经历的这些 如果不是很懂这个 可以再回去清第一集 身心灵的部分 好 那你的身的部分呢 它其实 也是在能量层次上 也是有在运作 因为其实一切都是能量 那只能量疗愈呢 它就会用 比较高层次的 高频率的一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并且用不同的方式 来去 就是让你回到原来的状态 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是用能量 来去平衡能量 让能量能够自在运行 自然就没有什么问题 气顺了 通了 人就不会痛 人就不会痠痛 不会生病嘛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常常都知道的一种概念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 然后甚至呢 探讨到更深 你的生活中的际遇 你的情绪上面 你的灵魂使命上面 也可以因此 获得抒发舒展 因为毕竟这样才会真正带来 完整 以及健康的人生 这样子 好 这就是灵魂 那个 不是灵魂 其实就是也是学习一种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世界上的一些不同的东西 然后应该不是说只有能量疗愈 应该是说 学习身心灵 学习灵性这件事情 是让你能够更有更不同的方向来看 或是面向来看 我们平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有可能我们用过去的层次来看 这件事情是无解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如果你从灵性的角度来看 诶 原来问题出在这儿啊 那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 去跨越很多的状况跟状态 然后呢 能量疗愈的方式有非常多种 像比如说草草主要会使用灵气嘛 那你现在灵气里面 也有分各种不同的灵气的一个系统 那它可能就针对的频率 或针对的主打课题就不一样 那比如说草草也会使用送波 也是一种声音的能量疗愈方式 那有的人会使用精油啊 花精啊 甚至各种各式各样的 水晶 对也是大家很常使用的 我们常看到的 那其实各式各样的能量疗愈 的一个方式呢 其实都脱离不了 像我刚刚讲的 它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能量 能够做一个平衡协调 回到它原本自在流动的方式 发挥它应该有的功能功效 然后让我们活得舒心自在 展现自己的生命 展现自己的灵魂等等的 这样之类 好 那今天呢 就大概谈论到这边 很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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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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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